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十分讨人喜欢 她是小雷的妖界的好姐妹 剧中她与捉妖师旁郎的人妖之恋 让剧情更加生动 五 喜鹊唐宁氏 出自TVB牛郎之女 一直得到的喜鹊 一个很讨人喜欢的角色 她的美丽 她的可爱 她的聪明 她的善良 她的机灵都让观众记忆深刻 尤其是那七彩的头发好美 再加上娇好的面容 迷人的笑容 都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 比女主还要出彩 六 秦极了 邝文群氏 出自TVB聊斋 二字绿叶飞仙 秦极了 是鹦鹉仙阿英的好姐妹 白衣飘飘着鸟仙 她心地善良 规劝阿英在凡间已经变心的丈夫 为着姐妹牺牲自己 邝文群在此居的半相 非常惊艳 白衣盛雪 仙气十足 比当年陆顶记里的 沐建平小郡主还要美 七 阿英两小兵士 出自TVB聊斋 二字绿叶飞仙 阿英是修炼成人的鹦鹉雀仙 花一般美貌的角色美人 她未报救命之恩 嫁给凡人 施情执着 对丈夫不离不弃 哪怕丈夫已变心 最后被对丈夫 甘愿舍弃百年修行 令观众感动 素有古装皇后之称 但两小兵古装般相 果然美丽动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